Hello 各位各位 大家好 我是老赵 今天的话呢 我们是早早的来到了这个早市啊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话呢 这个桌子还没有坐满人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位置呢 是稍稍往前排了一点点啊 平时我们是坐在那个后面的 这个看看今天咱们这个早起的鸟啊 有没有虫吃啊 待会看看能不能吃到什么好货 看这个料子啊 这个木纳的 是吧 外面的话呢 脱沙已经脱的还是比较可以的 只是说你看着它 可能这个脱出来的这个沙 它颗粒有点粗 但是其实它肿还是可以的 是吧 它主要是不错的 这个料子 是吧 开了一个三千万啊 这个料子还是有的弹啊 我们打算的话呢 是给一个五百万左右 看看能不能拿下啊 刚刚已经给了它三百不行啊 可能要五百了 最终的话呢 这个料子的话呢 我们是一个五百万啊 把它封下了 他说是有人开过这个一千啊 但是的话这种的话呢 说的也是是吧 咱们不能全信啊 是吧 你看这一面啊 全脱啊 这个五百万大漏啊 朋友们 这个妥妥呢 你说在国内的话 这个东西要五六万的啊 人民币要五六万的 我们采五百万免币封下来啊 但是它不一定成啊 来这个看看五百万免币啊 把它封一下 OK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料子啊 弄化种啊 因为它皮很薄啊 如果是弄冰的话 看得到这个肉已经是黑的了 看不到 但这个料子啊 好好在它 你看这一面 它有这个花啊 很多这个兰花啊 还行 有点特色 不知道呢 OK 开了一个三千万啊 推出吧 一百下 这太高了 单位的差了 两个单位的 我想给百苏还好受点 我看十苏的东西 这个是个墨西沙的一个堵料啊 堵牌子 是吧 水头还有啊 这个的话一般 扎力有点丧 就是吧 算了 这个有点肿啊 这个的话呢 是木纳的料子 马面脱啊 背面变肿 好吧 列纹也有 但是的话它正面 是吧 这个 这面的肿啊 是相当的OK的 不要紧 看外了 谢谢 啊 看外了 谢谢 好吧 我们摘着 墨西沙的一个天空蓝的料子啊 冰蓝啊 这个是吧 纯度很高啊 这个 它的天空蓝里面是纯度 颜色深的那一种啊 这里面肿很好了 看这一大溜 全部取出冰了 不知道的是不是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百三桥的一个红蜡 百三桥红蜡 它这个叫带子啊 它其实是一个花袋 但是它花袋的话呢 很密集啊 所以说形成了像卡曼一样 它这种的话呢 进去它会有那种果底色 就说它本来是 这个花是吧 但是的话它进去它化开 它就形成了这个啊 果底色啊 它是一个花袋 这 stores一块马 sufficient 是不是 因为 votre一块 它就是 这一块 Easy 是吧 它是跟木纳是一样的 是吧 这种色是会近的 我们的话呢 现在是让他这个三千万把我们封了去问一下啊 ok 来这个 封起来三千万啊 累呀 累呀 这个的话呢 开价是一个四千万啊 随便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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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激烈的讨论 来 这个料子的话呢 是给了他这个一千万啊 但是的话呢 有可能不会成交啊 这个料子有可能不会成交 来看一下啊 墨西沙的这个脱沙料啊 这个种非常好啊 可以做见面了 这边这一包啊 可以玩到一个冰种上啊 来 一千万啊 来 这个小料子啊 一千万封下来啊 封封迷迹来啊 木纳的这个 actually 이것是第一的 看我们没你的 勇迹她 就 ТоТLe n the 子义 这个双万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一包冰啊 在以后了的还有那边 有нал算 吃吧 我们来吃吧 我们做个饭 我们吃不过 还这个哈哈哈 吃不过了 他不要吃了 真 six am i 冬水吗 冬水去了 来 这个料子 木纳的这个冰料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冰飘化的 断口 肉比较明 这个料子的话 开价是一个5000万的 现在的话 我们才800万就封下来了 性价比很高 这边是冰飘化大牌子 而且裂的话比较干净 这边可以取大牌 这是一个断口料 这一面的水路 形成的小袋子 是吧 看到了 这个的话封800万 来咱们这个木纳的这个冰飘化 咱们这个800万是拿下了 让它一会到车上吧 到车上拿钱 刚刚封了一个小料子 这个15万的一个 就是带了一点点这个绿 给大家看一眼 我们就过了 这个料子 这个的话是封了这个15万 刚刚15万没钱 是吧 给大家看一眼 这样的话就加不了 因为它肉有点粗 只是为了它这一抹色去买的 免费算一个皇家绿 但是肉稍微粗了一点点 是默默亮的一个石头 默默亮的这个红辣壳 就是南墨的一个石头 你看两指宽的这个色带 好吧 两指宽的这个色带 绕圆了 非常猛 这个料子开价的话是开了一个亿 但这个料子的话我们只封了1000万 是吧 这种色带很猛的 我跟你讲 是吧 爆发力很强 OK 来1000万我们封下 这个的话全部脱冰了 就是前面这小包 好 朋友们这个的话呢 我们出去把这个帐截一下 是吧 打打电话 然后的话呢 我们最终啊 我们回到家 因为还有几个料子的话呢 是大家味一点的嘛 觉得他可能就是说是晚上的话呢 才会打电话来 我们就是今天晚上啊 这个今天早上的料子 全部有了音讯之后呢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再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今天早上的话呢 是一共是收获几个料子 好了 走吧 回去吧 哈喽 朋友们 现在呢 已经到晚上了 咱们早市上封的料子呢 有些呢 是直接没有成交 我们就没加价 有的料子呢 是加了一点点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也是到晚上了 我们就只能是把咱们 今天唯一成交的两个料子 拆给大家看一下啊 一个是这个800万的 是吧 一个呢 是这个小价位的是一个500的料子啊 我们分别看一下这两个 咱们先看这个贵的是吧 来 咱们看这个料子大家还记得吗 在早市上看到了这个木纳的 木纳的这个脱纱料 是吧 全身的话呢 有这个色花啊 这种色花啊 在木纳的这个敞口里面 它进去的话呢 色会非常痒 非常漂亮啊 飘得很灵动 然后我们再结合看这一面的这个断口啊 断口处 你看 这个肉质啊 看到没有 这些发黑的地方是吧 诺宾啊 起步了啊 冰飘花啊 木纳的这个冰飘花 非常漂亮啊 这一面的话呢 是有这个脱纱的一个位置啊 打灯的话呢 也是一灯爆啊 看来应该都是比较清楚 对不对 一灯爆啊 效果的话呢 是比较不错的啊 总的话呢 800现在合下来的话呢 但是也是差不多在人民币三万多块钱吧 三万左右啊 三万左右 因为汇率的话呢 随时会发生的一个变动啊 那像这种的啊 这个位置的一片牌子啊 像这种一片牌子的话呢 大概也在一个人民币一个三四万 基本上一个牌子的话呢 就可以回本啊 所以说也不用担心它这个变种的这个情况啊 咱们只要能取两三片牌子就OK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500的这个料子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同样的也是一个木纳的是吧 但这个木纳的话呢 它是一个全堵的料子 你看这些地方啊 发黑啊 头沙位是吧 黑黑的是吧 然后这一面啊 这里啊 这里啊 这里发黑是吧 这个头沙这里发黑 是吧 其实很多部位啊都是发黑 那我们再看这一面 满面的一个拖沙啊 嗯的话呢 自然也是一个一灯爆啊 这个小价位的话呢 和在人民币差不多在一个两万块钱左右啊 一万多两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啊 出来的一个挂件啊 也是这个钱了啊 所以说两个料子的话呢 买的都还算相对OK 品质的话呢 也还是比较的不错啊 OK 那么今天的这个早逝之旅呢 咱们就以这个啊 两个木纳的这个冰料啊 作为一个结束啊 好了 我是老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